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六月的徽南又迎来了一个雨季 水天一线间 地毯隐卧 绿树环抱 这里就是徽南县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 徽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长白山系龙岗山脉的西南端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群 一场挑战人类极限的脑力风暴 即将在这里爆发 本次讲穿一对二十六 蒙木齐挑战吉尼师世界纪录 能在我们徽南举行 可以说是我们徽南齐聚龙湾的创举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 以齐会友 以齐体制 以齐聚力 以齐 明昂天下 龙湾是我们最靓丽的名片 这次举办讲穿世界纪录挑战赛 是我们徽南的文化元素 和旅游产业的一次深度融合 也想借这次挑战赛 来推荐我们徽南的旅游 应该说徽南是生态休闲的胜利 是消暇避暑的胜利 是冰雪度假的胜利 是文化旅游的胜利 我们也将通过这次挑战赛 来推荐我们的徽南 向世界来展示我们徽南的美景 这是很美 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 到徽南来观其赏景 开赛在即 在吉林省徽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 大龙湾景区的龙门前 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 中国象棋协会主席陈泽兰 徽南县县委书记张继顺 徽南县县长李长永等领导 和金一丝世界记录认证官吴小红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 棋手 还有徽南县数百名象棋爱好者 参加了开幕式 特别感谢各位今天的光临 作为中国象棋 我相信每个中国人 似乎都能够知道 这是我们老祖宗 传下来的文化重要传承 马走日向走田 大家多少都会下一两步 可能不能通议全局 但是每个人心目当中 都会对中国象棋的 至高的竞技智慧 心中是充满自豪的 而今天的蒋川先生 将给我们带来的蒙目棋 这应该是国际象棋当中 极具挑战性的 因为尤其对他一对二十六 他心中的棋局布局 大脑当中的记忆判断 而且看不到任何棋局的真实记录 都是依靠自己大脑记录 和用话语传递 可以讲这是中国象棋的最强大脑 也期待着今天的比赛 能够让更多人 深深体会到中国象棋的 至高魅力 也对今天我们来到的景区 能带美好的印象 日后带着家人 带着朋友 重新回来 为了一个象棋的理由 为了一次青山滤水的理由 因此今天希望所有人呼吸最好的空气 所有人找到最好的状态 我们拜托所有现场的棋手们 共同为我们带来一场 真正能够载入史册的比赛 今天比赛的第一主角 当然是我们的蒋川大师 请蒋川大师跟大家见面 我们掌声欢迎蒋川大师 蒋川 1984年出生 浙江永家人 自2009年 首次登上国内象棋等级分榜首以来 蒋川就一直牢牢占据着 国内第一人的位置 2011年 他首次代表中国队 出现在象棋市锦赛赛场上 并逐步成长为象棋国际特技大师 中国第六位世界奇王 经常您被称为 是中国象棋的最强大脑 我们偶尔会下一两盘 但是水平很低 根本无法想象 一对二十六 在您的脑海当中 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因为它不仅是我们想象的是 这个记忆啊 计算 它还有什么 是我们不曾了解的难度 跟我们分享一下 张敏老师说的很对 有记忆计算 当然这个记忆是长时间的记忆 高达十个多小时的记忆 在这十个小时当中 我是一秒钟都不能开小差 还有毅力 当然十几个小时是包括毅力 当然还有要象棋的水平 因为我今天需要达到18个胜局 今天的比赛应该会非常激烈 非常困难 但我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谢谢 这个在您的脑海当中 会开26个小房间吗 就是每个棋局就分布在 就是今天我把这个房间打开 然后暂时把它关上 然后进入下个房间 这个脑海当中 是这样的记忆结构吗 对 是这样的记忆结构 行我们还能想象 但是我们完全做不到 因为这真是一个只有 真是我们在盲棋界 这应该是现在中国象棋的第一人 希望您今天能够下出至高水平 能让更多人借着今天的机会 能够认识眼前的青山绿水 能够更爱中国象棋 这里的富氧离子 是不是您呼吸到的最高的 这个浓度的富氧离子空气了 对 对这个赛场我也考察了很多次 我感觉这个天机条件 富氧离子非常高 非常有助于保持好的精神状态 辉南县龙湾森林 覆盖力达到了80% 空气中富氧离子含量充击 6月又正值雨季 早上下了一阵雨 湖边风有些大 但空气湿润凉爽 非常有利于脑部运动 挑战赛的主赛场是在龙湾的卢花岛上 蒋川大师挑战的地方 在卢花岛上的望月亭 其余26名骑手坐在距离望月亭 大约百米的地方 望月亭根据比赛的要求做了改造 四周被特制的玻璃围住 并在蒋川面向26名骑手的方向 进行了遮挡 以确保他在比赛全程看不到棋盘 室外比赛不仅挑战骑手的棋力 更是挑战骑手的体力 希望今天您抚养天地之间 取天地之灵气 今天能下出至高的水平 好吧 来我们来一次独特的这个开启仪式 您选择这个六个对局当中 您选择一个对局 就选择选择这个 来这个您看到现在这个 您是帮着这个直红的一方 来再下一步 来共同为我们揭开今天的这个大赛 两个小朋友应该今天非常好运气 好 随着这一步棋 我们宣布中国回南龙丸杯 蒋川一段二十六蒙木棋 吉尼斯纪录的挑战赛 正式开始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比赛 圆满成功 吴氏 吴氏 吴魏 吴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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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gen den großen Meister Mitschbindorf 我是象棋第一高人 江川我又来了 我是欧象联领队薛忠 江川我们来了 给江川加油 中秀龙湾 奇迹江川 祝江川大师 这次比赛取得圆满成功 希望我们能够见到这个奇迹的发生 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第一台红炮二平五 第一台黑方马八进七 红马二进三 第二台红炮二平五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于爽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为大家请来 张强特技大师 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室 做现场的为广大的观众朋友 以及奇迷朋友做一个现场的一个对局的一个讲解 好 各位奇友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与大家一起分享 灰南龙湾碑 蒋川一对二十六的盲棋的这种表演赛 那么这种盲目棋也是非常吸引眼球的 下这个比赛应该是要有比较多的时间 因为下盲目棋对于提高棋义来讲 没有直接的帮助 它主要是锻炼肌力和体能 第九台 黑方 炮八 平五 红马二进三 第十台 红兵器进一 蒙远棋又称盲目棋 盲棋 贤目棋 只看不到棋盘和棋子 仅凭技艺通过口述来表达走法的比赛方式 常见于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 本次盲目挑战棋赛采取了严格的规则 其中包括二十六盘棋都要由挑战者直红先行 停棋时不得在一盘棋上连续对弈 及一次只能走一回合 蒋川只有在二十六局棋中取得十八局的胜利 才算挑战成功 回顾盲目棋挑战的历史 象棋特级大师柳大华 在1995年完成了一对十九的盲目棋比赛 获得九胜八合两负的战绩 此后蒋川和党匪先后完成了一对二十 一对二十一 一对二十二 还有一对二十五的挑战 不是所有的棋手都能够下盲目棋 蒋川大师也是从小受到柳大华的影响 喜欢上了盲目棋 并不断学习钻研 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盲棋号称象棋的魔术 因为它的神秘性 所以会让别人更加去喜欢上象棋 而我自己也确实 原来看过柳大华老师 好像下过盲棋 我也感觉太不可思议 当时柳大华老师是表演一对十 所以我也其实内心就喜欢哪天我能下这个挺好 所以在2007 08 当时我就也开始练这个盲棋 一直练上去 因为我感觉观众们通过看这个棋之后 有可能也会因为盲棋的特殊性爱上了象棋 所以我挺喜欢这个盲棋 第26台 红马八进七 第26台 黑方足三进一 红兵三进一 随着蒋川的声音回荡在宁静的山水秀色间 第一回合对异结束 前面八台 蒋川都选择了中炮开局 看得出他是有备而来 第九至十四台的六盘棋 蒋川都选择了先人指路 之后有四局过弓炮 四局飞向 两局视角炮和两盘骑马 到此 蒋川自身就有了六种不同的大布局体系 不过他的对手也都是棋界精英 他们有的用屏风马 有的用反弓炮 有的用顺炮 还有的用冷门阵法 各路高手都使出了看家本领 棋局精彩 分成 难度让人瞠目结舌 国际象棋在国际上通行的走法 就是说他也虽然不看棋盘 但是他有记录可以查 就当他感觉这般棋 他记得模糊的时候 他可以翻看一下记录 但是我们象棋的传统的盲目的 就是全凭自己的记忆 不予查任何的记录 所以这个是比较难的 我们认为这个比赛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以前中国象棋协会就盲棋的这个比赛曾经有个弱观的规定 但是吉尼斯世界记录又与我们原来的这个规定有些不同 增加了这个比赛的难度 其中包括他规定必须是18胜 就是合棋都不可以的 就是不算这个盘数的 放弃了投降这种都不行 所以对于蒋川来说 确实是一次非常难的 生理和脑力的一个极限的挑战 26盘的一个比赛 我相信可能几乎到了 我个人认为到了人类的一种极限了 我相信蒋川自己可能也在 很难再去挑战这样高的一个高度 可能今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再有年轻的运动员 重新再来挑战这样一个像 象棋的珠穆拉玛峰的这样一个高度 但是呢我们知道通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表演 大家会给老百姓真是提供一个盛宴 让大家看到这个象棋的这个瑰宝 它的璀璨 它的这个深厚的文化 国际特技大师蒋川 凭一己之力 靠一己之长 挑战一对二十六盲棋对决的烧脑极限 6月18日 蒋川一对二十六盲棋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赛 一红嗅水嵌其风 万古细流喝底名 醉卧桃园天赖涌 荡床摇入万霞中 谈笑于楚河汉界 山水中畅序悠情 在三角龙湾如画的山水间和象棋来成美丽的邂逅 象棋 起源于中国 历史悠久 疑神医治 涵养身心 深受喜爱 象棋中最考验下棋者脑力和棋异的 当属萌木棋 下棋者不看棋盘 仅凭借记忆力及口述来完成对局 本次挑战赛 蒋川大师将同时与二十六人下萌木棋 需要在接近十小时注意力高度集中 记住每盘棋的进程 并且要完成超高的胜率 跨越新的巅峰 迎接新的挑战 中国辉南龙湾杯 一对二十六 蒙木棋世界纪录挑战赛 在吉林省辉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 隆重举行 现在我们看的是 与二平三 是十三台 对 十三台的棋手是来自 吉林省职机关代表队的朱涛 这个朱涛大哥呢 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企业 第十四台 他原来在咱们这个 祖九进一 也是非常喜爱 这个棋 而且有不俗的这个表现 在这个协会举办的这个双赛当中呢 曾经呢 这个夺得过这个团体冠军 就是两个人混双一起打比赛 我们本次这个比赛呢 选手们呢 也大多数的都经过这个层层选拔 选拔 那么朱涛还有这个代表吉林机关 出战的这个补云楼啊 等选手呢 也都是获得了 这个在当地选拔获得了 优异的成绩 对 名次 朱涛呢 这个在退休以后呢 参加吉林省职机关老干部 相细赛呢 曾获2015和2016年的两届冠军 其力不足 参赛的26名棋手 经过层层选拔得以进入挑战赛 其中欧洲代表队4人 是通过欧洲象棋锦标赛选拔产生的 其余22人则是通过国内选拔产生 分别来自人大机关代表队3人 环保部代表队3人 工信部代表队3人 广电总局代表队3人 吉林省职机关代表队4人 东北证券代表队1人 辉南代表队4人 吉林石油系统代表队1人 其实我这次个人体会 觉得这次选拔下的 这个挑战下的难度 应该说非常的高 第一个呢 是从棋手的这种身份和来源 因为蒋川自己曾经创造过 一个一对22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当时虽然没有申请吉利斯世界记录 但是呢 蒋川当时是创造了国内一对 就是蒙幕区最多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那当时我印象赛场当中呢 有将近一半是一个青少年的骑手 那么青少年骑手 对于这种大强度的赛事呢 我觉得从临场经验和经济水平上 可能都有一些欠缺 那这次的骑手来源呢 全部都是成年骑手 有四位是海外骑手 之所以选择海外骑手 也是从相机文化推广的角度来考虑 那他们也都是各个国家的高手 他们都是曾经在世界上级锦标赛飞华越一组当中 拿过很好的成绩的 可能也都是在欧锦赛当中获得过好成绩的 这样的一些骑手 所以他们的水平我觉得应该说可圈可点 那么还有一些选手呢 是来自各个部委的这样的一个选拔赛 那这些选手呢 其实是这些年一直活跃在 全国的中央国家机关的比赛赛场上的 因为这几年呢 北京中央国家机关这一块的活动 组织比较多 比较热闹 所以他们也都是各个部委的 活跃的象棋的爱好者 和象棋赛事的参与者 另外还有一些是灰南的骑手 我们当地的骑手 那也都是这个有很好的 这种实战经验的这样的一些骑手 我想无论怎么样呢 成年骑手可能对这种 大强度赛事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 会更强一些 所以我觉得蒋川这次 从赛事的难度上来说 应该说比他以往任何的经历 都要这个就是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 目前我们通过画面看到的是 吉尼斯世界记录的认证官 是位女士 陪伴她的是本次比赛的裁判长 周晓虎老师 这个吉尼斯这个组织呢 应该说也是非常严谨的 也是对蒋川的这个比赛呢 提出了很多这个实质上的这个要求 比如说这个每次只能下一步起 这个作为我们盲目表演赛呢 有的时候连江或者吃死的时候 我们是允许连续走的 但是这一次呢 这个官方呢 就是金斯团 对这个比赛确实要求比较严格 他就是将军也只能走一步 我们士党也只能走一步 这样 并且呢对这个蒋川在本次 挑战赛当中呢 有一个胜率的规定 必须要达到就是18胜 就要18胜局 第21台 记录呢 黑方 马六 进八 这次呢 吉尼斯的记录规定也比较严格 如果你中途棄赛 这盘棋输会无效的 他并不是说你可以中途说我体力不支 我人输了是不是可以 他说会判无效的 那么所有的对局呢 都要以将死为准 大家可能就是我们更多的相机爱好者都知道 说我这个棋输了 那我可以认输 对吧 这是一个比赛当中很常见的形式 我觉得我盘面上 这个少死了 或者是即将被降死了 我就会认输 但是这次比赛是完全不允许的 那么最可怕的是 有可能会出现 马炮残局的局面 比如说多两个兵 马炮双兵对马炮 马炮四项拳 我讲的就有一点专业了 那么虽然是一个必胜的残局 但是这种棋要是赢起来 没有个四十回合 是很难赢下来的 其实我也为棋手们担心 因为他对异的盘数越多 意味着整场比赛的时间就会越长 那么我们参与 就是对异的这些棋手 是不是能坚持下来 我心里也是很替他们捏把汗的 到下午两点半 比赛已经持续了七个小时 但是二十六局棋仍在渐行着 气温也逐渐升高 江川可能是觉得热了脱掉了外衣 但是他仍旧保持着早上开赛时的样子 不过他的对手们都有些坐不住了 大家姿态各异 疲态尽险 有的棋手在等待其他人比赛的时候 索性离开座位到处溜达 即使这样 二十六名棋手仍然保持着高超的棋翼 丝毫没有放松比赛 这一上午到现在感觉还是很辛苦 感觉蒋春他也到了一个体力的极限 我们双方都在毅力地坚持 我们也争取 不光是脑力还是体力 我们争取吧 战胜蒋春 虽然他这个活动很精彩 但是我们尽量给他制造一些麻烦 直至下午的五点四十五分 蒋春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一局胜利 此时距离开赛已经过去了十个多小时 第一盘银起在十个小时之后才出现 这个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这就像跑马拉松的极限 对啊 我才十个多小时 并且第一盘棋到第二盘棋当中 也还经历了个一个小时 但我自己都感觉有点孤可思议 怎么不这么漫长 我都开始 这个可太累了 这个棋手啊 第一个都不愿意输 对啊 因为很多我们的爱好者呢 一想跟这个特异大师讲说下 有时候输也难免的 但是不愿意第一个倒下 对 因为二十六个人同时都在嘛 对 因为我们看到第十一台可能是第一个输了 但是呢 这个一台也是练练不少 直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了 少了一个局 而且又让蒋春追杀 好 只好认父 然后是不知道是另外的地底台 又相继倒下 目前来看呢 蒋春主要的难度是在于体力 大家知道这个 蒋春从早上七点半呢 下到现在呢 已经坚持了十一个多小时 第八台 体能呢 应该说是最大的考验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最强大脑的挑战 同时也是一个最强体力的一个挑战 蒋春这个 下这场比赛 可能消耗的体能要相当于至少跑三个马拉松 好 太阳落山后 卢花岛的气温开始下降 骑手们的肚子也饿了 有的骑手怕影响状态 几乎没有吃午饭 但是到了晚上 所有人都端着盒饭 狼吞虎咽 晚上十点五十四分 在经过了大约十五个多小时的对决后 蒋春取得了十八胜一盒的战绩 虽说已经达到了挑战的目标 但是按照规则 他仍要完成全部的二十六局比赛 比赛临近尾声 大家都聚到现场 想要见证蒋春挑战成功的时刻 但是越到最后关头 骑手们的表现也越是顽强 直到六月十九日零点四分 蒋春才下完了全部比赛 取得了二十一胜三平两负的战绩 必时十六小时二十四分 感觉还好 还好 就是下到当中的时候其实是有些疲劳的 后来还好 挑战结束后 医护人员前往望月亭 为他做了简单的身体检查 并进行了肌肉放松 蒋春的精神状态很好 但是他也坦言没有想到比赛时间会那么长 我之前预期我以为十三个小时差不多能下完 没想到要下这么久 可能是我的对手很顽强 他们确实下得很好 当中有些棋局都是很接近很激烈 所以耗时比较多 至此蒋春创造了中国象棋对弈人数最多 局数最多 胜局最多 以及比赛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 所宣布蒋春象棋盟物同时对弈获胜最多 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挑战成功 献计论为二十一个胜局 恭喜蒋春 办这样的一个比赛 对整个中国象棋事业的发展 现在对世界象棋的推动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即竞技性 文化性 娱乐性 互动性与议题的国际象棋盛会 圆满结束